欢迎来到万门大学 雅思写作精品课程系列 今天我会继续为大家讲关于曲线图类的阅读技巧 我是主讲教师黄君福 上一次我们讲过关于如何阅读这样的图表 今天呢我们会进入如何引题的一个部分 也就是该如何写文章的第一段甚至是第一句 引题的技巧第一点 我们需要介绍关于图表的概况 比如说这个图究竟所表达的是什么 以及将这个图里面的数额以及范围进行一个描述 然后我们要给出一个图表最突出的位置来进行一种深数 像在这里我们会看见 这个主题 这个是rates of smoking in some land men and women 我们可以直接用the graphs compares这样的描述 来作为文章的开手第一句 他所说的就是这个图是在对比某些内容 我们可以直接将主题 地点和年份套进这样的公式之中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词来进行一个论述 我们可以用the graph compares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the graph illustrates the graph indicates the graph points out 或者是the point pins out 意思其实几乎是相近的 illustrates有声明的意思 而indicates pins out points out 都是代表这个图指出了某些的原因 而当然我们必须同样的将主题 地点和年份放进这样的动词之后 像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说 the graph compares the rates of smoking emales and females in the sum land between 1960 and 2000 就是说这个图表比较了1960到2000年间 男女的吸引比例 而我们必须要记住要说出地点 就是sum land 在这里 十分值得留意的是用males and females 这样的一种同意转换的概念 我们在之前的讲课中也说过 关于同意转换的概念是十分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们用不同的词来表达相同的意思 像这里males and females 取代了men and women 下一句我们可以进行一定的论述 比如说 It is clear that the population of smoking between men and women are gradually approaching 这是我们所看见这个图表 其中一点最突出的位置 就是男女的吸引比例正在逐步的往一个点靠拢 在这里approaching是个十分棒的词 也是雅思考试之中十分常用的 考生如果在讲到某两个东西正在逐步的靠近的时候 我们不要用come near这样的表述 而应该用approaching 除了approaching 我们也可以用相同意义的词来作为同意转换的概念 比如说anir 但是anir是个形容词 一般我们会说某个东西 is anir 另一个就是draw near draw near这个词 跟比起approaching 其实力度比较差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都要用approaching这个词来作为两个点的逐渐趋近 我们对于开手段进行一个简单的小节 开手段首先必须说明这个图表的具体内容 比如像是什么地方 这个图表所讲的主题是什么 以及它的年间时差是多少 然后我们也要对最显著独特的一点进行描述 也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两个曲线正在逐步的靠拢 引题的技巧今天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